今天来开箱这个RadioMaster的TX16S 这个是Mk2 是它的二代 这个网路上 哎呀 大家已经 开到不要开了啊 看到不要看了 这个 全网穿越机几乎人手一个 诶 这里没猜到 TX16S Mk2 二代啊 箱子有多大的 我这个已经 容纳不下了 我这个进口 好 来把它打开 赶快今天 因为时间有限了 哇哇哇哇哇哇 是一个盒子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怎么先放旁边吧 一个说明书 一本说明书 一个快速使用的指南 这个是 有中文 有中文 里面有英文 还有 有中文 不错啊 有一个中文说明 要先放旁边 然后贴纸 我真的超爱贴纸 稍微看一下 不错 不错 这个贴纸做的蛮好看的 这个好这个好 来再看一下这个盒子 这个还蛮精致的啊 这个上面有压纹 盒子不错 看一下这个设计 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了 好 没有个提手可惜了 开一下 哇这个真的是 哇塞 会反光啊 将拍会不会好开 我的灯照到了 这样子好了 这样子看 哇塞 这个 看一下 这个是合格证 这个政府旁边 看一下本体之外呢 下面还有这个好像是后面的那个户手电吧 有附一个保护贴 这不错 贴 护手电 还有什么呢 这个是 哎 这个小的模型 就是TX16S的模型啊 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呢 一根数据线 Type C的 然后是这个这个叫什么调整张力的螺丝吧还有六角扳手 里面整体就是这样吧 因为这个萤幕很容易反光啊 这样拍出来不好看 所以我就先拿斜斜的来看一下 左边呢 这里按键一个 五个按键 这个有他自己的功能到时候可能再拍一个简单的影片稍微介绍一下吧 这里有一个按键 然后滚轮 滚轮本身也是可以按的 还不错微调 我们拿进这样这样 就不会反光 来看遥控器的上半部 这里有微调键 手感是不错 不一般微调我们在使用啊都是用到这个 对应两个摇杆的四个通道吗 他这有六个微调 可见这个微调牛啊还是可以用来设定到其他的快捷键应该是相当不错 这种牛的话 越多但是越方便了 但是看你不用到了 穿越机可能用的比较少一点 然后这一整排 这个也是可以按的 有六个 有六个这个我记得是会发光的一个按钮啊 箭头是朝左边右边这样动 上面是他logo 然后最上面看一下 啊 啊 这个啊 这个 这个太熟悉了 这个动作 原有了他到最中间 十二点钟方向是有一个这个 很像一个定位点 你可以很明显的转到这边会有一个定位点的感觉 没有那个卡卡的声音但是你手感是有感觉到的 还不错 像这种我觉得设定在音量大小啊 萤幕亮度都还蛮好的 然后我拿近一点 这里有个电源开关 这个也不用多介绍了啊 这个是 挂那个背带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 两段 三段三段开关 三段 这边 三段 三段手感都非常好 这也是有两段 这边 三段 这边我这个这个手感好为这个复位开关 不错 这感觉蛮好的 这个三段 然后这上面是天线好像没有拍清楚啊 天线 天线这个盖子打开里面是 一个感觉很像3.5毫米 然后USB Type-C 看一下 背后的一个把手这个提把 哇这么大的空用的提把会比较好抓 后面呢这个是握把的部分就是刚刚说可以交换他有另外附一组 这质感都还蛮好的 到目前为止整个空我将看一下来 做工都不错 你看到这个 这个塑胶用的材质是感觉都蛮好的 模具感觉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耳机孔的 这里 高频头的盖子打开高频头上面这也是有他们厂家的logo 整体看来不做牌子有没有外检查一下啊有些那个buster他的牌子会是歪的 很小心 电池 我来 打开这个小穴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这个是发1860的这个电池盒 或者是你要用那种整个大的电池他原产是有卖的都可以我自己的话是用1860电池就可以了 里面开始蛮工整的啊把它装回去把这个 他的 小穴盖回去啊 两个小穴 对啊 盖不起来 盖歪了 一次插两个洞也不太习惯 底部呢他也是有这个机卡然后还有一些 洞 对就是插座好吧这个我用不到就是这还有个type-c的 他这个type-c口有两个一个是给你接模拟器接电脑用的一个是充电用的 真的好大 天沟图放一起看一下哇这个大小有差有差 天沟图等于是就他上面这个体积而已啊 这个手感我是觉得 真的不错 以这个大控来说 真的这个左右间距啊还有整个摇杆行程来说这个是非常舒服尤其是这边 像我尤其双指 我觉得 后面这个上端在靠手地方就蛮重要的设计啊 而且每个人的手型啊大小都不一样 你要刚刚好很合自己的手 真的不容易有时候 其实不要怪说那空好不好用 真的不容易 因为手 白白种是不是 真的不容易 这个 我觉得是可以的 甚至我觉得手感比我这用曼波再好一点 曼波他已经很 不错 但我觉得他的宽度有点稍微 呃我不会讲 就是他的整个宽度稍微 稍微 怪怪的跟那个 Tango 2 虽然曼波跟Tango 2他这个 我记得距离是一样的 但就是两边靠手跟上面这个地方稍微有点 不太习惯 这个摇杆还是全尺寸的 像Tango 2他原厂 虽然说是全尺寸 但你仔细 如果去量过的话 跟那个插角 第一看看 你一去量就会发现说 其实Tango 2他的全尺寸的摇杆 他 再小一点点 他还没有到真的完全大的全尺寸 那这个全尺寸摇杆 他的这个好处在哪呢 其实 说是这样讲了解析度会比较精细一点 但是像我这个脑残 这种脑残又手残 对我来说我飞起来都差不多 纯粹只是形成多少的打的这种习惯程度而已 像那个DJI他们自己小控就是做 小行程的摇杆 是很不错的 然后在这个摇杆行程 还有他的那个什么 弹簧 你可以自己换的那个美国手日本手 这个都是在前面满可以调的 他这个还有出可以发光的那种套件 还有是CNC的那个摇杆 都可以 按照你个人的喜好去使用 蛮不错的 好 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拍一下 我觉得遥控器还是要 黑色配个颜色 这样子 就是很基本很好看了 我选择的是内建四合一的版本 为什么没有选ELRS 因为我ELRS已经有高频头了 那我就选用四合一的吧 OK 那这个控 我是 第一次这样子摸起来 初步感受是蛮喜欢的 到时候再出去试看看 那么之后也会拍一些 OpenTX EGTX 甚至是这样 Friton TX 反正就是这个开源系统的控 他的有一些 简单 基本的操作 或者是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设定 再跟大家分享 虽然说网络上已经有很多教程了 但每个人用的习惯都不一样嘛 就是 希望后面有时间再拍一些影片 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咯 好啦 那今天这个简单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 拜拜